原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講到 現在高拱可以大展拳腳 開始他偉大的事業了 歷史三年 舉世文明的高拱改革 現在開始了 這個在歷史上又稱為龍慶新政 其實嚴格地說 所謂新政確是有些名不符實的 因為史書記載 確實找不到高拱提那些什麼新政 又沒有什麼口號 是嗎 到底他除了努力工作 他搞了什麼新制度出來呢 又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又確確實實 高拱執政三年 國泰民安 國家呢 正正日上 那你說高拱沒有創新 那又不對啊 不公道啊 不公道啊 徐階 在用人方面 在用人方面 高拱啊 有頭腦 有眼光 他大膽起用了三個人 大家記住啊 他大膽起用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 為明朝立下極大的功勞 幫助高拱名流清史 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 第一個 就叫做潘桂順 潘桂順呢 是嘉靖三十九年進士 浙江吳興人 在明清兩代啊 他是最偉大的水利學家 他呢 考中進士之後呢 就派到江西九江 當推官 他是管理司法的 官運都不錯啊 十幾年呢 就升到監察院 由千都御史 很高級的啊 剛剛那時候呢 黃河都泛濫啊 災民無數 高拱呢 就召開會議 來商量怎樣 收拾殘局 在會上呢 大家爭吵 倫不一 高拱就發現 有一個人 很冷靜啊 提出的意見呢 也很實在啊 這個人呢 就是潘桂順 那高拱 見到這個人 有本事啊 立刻就提拔他 要他負責 去治理王河 當時很多人都反對的 喂喂喂 他都沒搞過水利 找他啊 但是 高拱 就覺得他提的意見 很有道理 高拱就力派中意 決定 周派潘桂巡去領導治理王河 潘桂巡就確確實實是一個水利天才來的 他一倒飲 立刻大力的人 堵塞了王河缺口之後呢 跟著就下令 將河道收窄 什麼話 什麼話 將河道收窄 這樣也有的 自古以來自理王河 都說 擴闊河道 讓河水通過去 怎麼會夾收窄也有的 事工人員不敢開工 一起去找潘桂巡 潘桂巡也叫大家 不用怕 有事我來負責 你們放膽去做 於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奇蹟出現 河道收窄之後 黃河不但沒有泛濫 而且呢 並沒有決題 這件事就不得了 所有人都十分驚嘆 大家都認為這是新發明 收窄何道來解決泛濫 這件事說起來就十分不簡單 其實呢 道理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 潘桂巡經過長期仔細的觀察 他發現這個問題的關鍵 黃河之所以泛濫呢 是因為河道逐年升高 升下升下呢 河底泥沙越積越高 就變成河底高過兩岸 所謂岸上河 那河底高過兩岸 那是不得了的 那些堤圍一崩 河水就沖下來 哎呀 那是死人無數的 現在河底越積越高 現在河底越積越高 那你怎麼解決它呢 就維合在兩岸 來捉堤圍 堤圍就跟河底來比賽 越整就越高的堤圍 萬一堤圍一崩潰 那就不得了了 真的沒得救了 那些河水湧進來 那這裏就變成災區 就死人無數了 很多人就加山人亡 所以年年收提 就年年都頂不住的 最根本的辦法呢 就是要清河道的泥沙 這樣就可以降低水位了 哦 將河道的泥沙清除了 那水位降低 是呀 誰不知道啊 問題呢 你怎麼稱得到泥沙走才行呢 黃河 你以為你門口那條小溪 這麼容易稱得泥沙的嗎 當時科學沒有那麼發達 又沒有什麼退土機 滑土機 靠用坐頭來坐 那你怎麼稱得到泥沙的呢 潘貴迅 日想夜想 哎呀 被他想通了 啊 要清除泥沙 辦法就在身邊了 用什麼辦法呢 水 你將河道收窄 那那些河水就變成萬馬奔騰 啊 黑路地衝下來 將泥沙就衝走了 所謂水流沙中沙除水去 就是這樣 大功高盛 將河底的泥沙衝走了 這個真是一個影響科學的辦法 偉大的發明啊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滾水壩啊 就是呢 先選擇到一個低瓦地 等到洪水來了 就打開堤壩 將那些洪水呢 引入低瓦地 這樣來減輕了洪風的壓力 這個呢 一直流傳到今天都還是用的啊 這個呢 治理洪水的絕招就叫做分紅啊 由這位水利天才來坐鎮 泛南多年的多災多難的王河就得到平息 以後幾十年啊 都未發生過大的災害 潘貴旬治理王河的成功 是明朝改變國際民生的一件大事來的 當然 這個功勞呢 潘貴旬是第一功的 但是 如果不是高拱 能夠為顏色英雄 大膽起用他 也沒有辦法取得這樣的成就的 所以 高拱 是解決王河的難題 實在是為國家立了大功啊 高拱解決王河 現在又面臨一個更麻煩的問題 黃河泛濫呢 多少有些規律的啊 泛期過了 水浸過了 你可以收題啊 還可以重建災區 但是呢 如果那些地方造反 又不到你說的啊 你沒有辦法叫他們 什麼時候造反 什麼時候收工啊 什麼時候放下 屠都立地成佛 沒有辦法估計的啊 在龍慶四年 永不落幕的兩廣暴動呢 又再次開始了 當年兩廣啊 廣東廣西啊 是萬方之地來的 因為那些人的文化水平比較低 讀得書少 所以又不是聽話的啊 不復管教的啊 跟著呢 他們又發你 不要交稅啊 喂喂 得了的你不交稅啊 朝廷吃什麼啊 於是乎 大家就動刀動槍 本來這些事呢 就經常發生的 很平常啊 但是這些事不同啊 兩廣地區啊 夾齊一齊造反啊 而且來西匡匡 那些叛軍呢 很有經驗啊 戰鬥力非常強啊 高拱派了幾個將領去平叛啊 都沒什麼辦法啊 都頂得不順啊 最後高拱下狠心 哎呀 都如此地步了 派恩靜謀去 什麼 哇 派恩靜謀去 所有的大臣 異口同性 堅決反對 不行 為什麼呢 唉 聽聽你就知道了 那個恩靜謀啊 原來呢 是嘉靖 二十六年的尊士 這一期啊 可以稱為全其科舉班啊 因為出了大批猛人啊 恩靜謀雖然沒有將居正啊 那些簡本事 又沒有黃世貞這麼好文才 更加沒有楊繼勝這些膽色呢 但是 恩靜謀又另一套本事嘛 他是軍事天才啊 多次大兵出戰 從來沒有輸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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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稱為一代名長 那照道理說呢 派這個人去平定搬亂 好對的嘛 只是可以給他大顯身手 那你們反對什麼才可以的 原來啊 這個恩靜謀呢 出名的大貪污犯來的 嘿 這個人啊 是大貪污犯來的 在地方做官的時候呢 就搜刮農民的民之民膏 調到軍隊呢 就食空額 在明代啊 一般來說呢 貪污就很平常啊 幾乎是無官不貪的 但是貪污到他這樣的程度呢 就少有啊 太過份太出名了嘛 全國都知道他的 這個是有名的大貪污犯來的 所以大家呢 一聽到他的名字 嘿 幾大的反對他帶兵出戰 是得了的 那些軍響被他立了一半 所以朝廷就亂了 大家正在爭吵不休 高拱呢 就作出一個英明的決斷 他召集大臣開會說 喂 我就一定要派恩靜謀去統帥大軍 你們如果誰再出聲呢 我派你去 一句說話 所有人都不出聲了 派我去啊 兩廣半年怎麼搞定的 恩靜謀 就光榮上任當統帥 不過 高拱有個心腹呢 是給時鐘 要派恩靜謀去呢 派恩靜謀去呢 你就派了 不過 尿後到殺才行 不是那些軍響被他立了去 我就建議你派一個人 去看著他掌管財務 好 高拱就只說了一句話 哎呀不用了 跟著又說了一句 所有軍響 全部交給恩靜謀 喂喂喂喂喂 那怎麼可以啊 過恩靜謀 出名貪污的嘛 他將全部軍響 貪污一半都像啊 啊 那個高拱呢 就哈哈笑 哈哈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我也知道的 他一定貪污的 不過這樣啊 我拿一百萬兩銀給他 如果他貪污了一半 但是他打贏呢 那你怎麼計 如果你派了一個 一兩銀都不貪污的人去 他打死了 那怎麼辦 你再花多幾百萬兩銀 你都搞不定嘛 一切都正如高拱所以了 那個恩靜謀呢 去了幾個月而已 徹底平定叛亂 辦屍海旋 那當然了 這位人兄一定貪污到一大絕了 不過如果不貪污的 就不是恩靜謀了 就因為他們才打贏嘛 所以計這條數呢 高拱還是有賺的 這個就是高拱大膽用人的典型範黎了 這兩位一個自水利 一個打仗的武將 這兩位人物呢 在高拱的領導下呢 已經成為明朝出名的風雲人物 不過 現在介紹的第三位呢 唉呀更加了不起 他居然解決了個 連朱元璋都沒有辦法解決的重大問題 這個是誰呢 這麼厲害呢 他的名字叫做王宋古 他是擔任刀察院由父都御史 都算是一個高官來的 以前我也說過他的 他呢 就做過余大游的副長 攻擊倭寇 立過大功的 所以一路官運亨通 一直做到 游富都御史 副部長級 在朝廷中呢 那些賢官呢 對三個人很避忌的 不敢得罪他們的 這三個 就是楊邦 探論 和這位王宋古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敢得罪這三個呢 不是說他們做大官 其實那些賢官是不怕你的 越大的官 越喜歡來到整鬼你的 主要是因為二三位人兄啊 有個特別身份啊 是軍事民官 在明朝啊 武將出身的人呢 好容易被人看不起的嘛 是大老粗的嘛 但是進士出身的人 改行做武將呢 喂喂喂 在明代呢 就不得了嘛 這種人呢 是有文化 又會打仗 文武相傳的人物嘛 又因為他們當武將啊 在哪界打仗 殺人 殺慣了嘛 所以聖情呢 是比較飆悍的嘛 你如果得罪他呢 大家儲起來拿刀斬你 那你豈不是很吃虧 所以呢 那些賢官呢 都不多敢得罪這些人的嘛 不過王崇古呢 與眾不同啊 他還有一樣更大的本錢啊 他還有什麼本錢呢 欲知後事如何 這對夏會分解了 哇 感谢观看